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在印度 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大乡 大乡是最好的云属 就像我们今天的汽车 这个国王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大象 他特别喜欢大象 但是这个大象那个时候还没有熏服 所以印度有专门的熏香石 专门去熏服大象的这样子的人 专业的人 然后这国王把大象交给一个这样子的专业的熏香石 让他去熏服这个大象 然后熏香石就花了很多的功夫 终于把这个大象熏服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这个温和 非常的好 非常的这个顺从 他就最后就是被熏服成这样子 那熏服完了以后呢 有一天 那这个专业的熏香石给国王讲 我把这个大象已经熏服得很好了 那这样子以后呢 国王说 那我也要试一下 国王也漆在这个大象的杯上 然后呢 熏香石也在这个大象的这个 漆在这个大象的杯上 然后呢 他们两个走 那么奏路的这个过程当中 奏路的过程当中呢 然后突然间大象就是失控了 大象就失控了 然后这个熏香石再下各种各样的这个命令 但是大象根本就这个不停啊 突然间失控了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大象 然后就是翻山越岭的跑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国王 他以为这个熏香石是故意的 故意的 然后到这个国王就特别的这个生气 你根本就没有把这个香 这个熏服 那这样子以后呢 你还让我 你来你还敢欺骗我 我一定要看你的头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欺骗国王的话 那肯定是要杀头的 这样子以后呢 熏香石就结识给国王 我真的不敢欺骗国王 根本就不可能的 我真的是把这个香 大象熏服得非常非常吻合 国王根本就不相信 然后呢 这个熏香石就说 如果不相信的话 过两天 这个 我可以给你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森林 森林的时候呢 他疯狂的跑 这个时候呢 这个熏香石给国王将 抓住这个树枝 让国王抓住树枝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 就抓住了一棵树的这个树枝 然后就掉到地上了 熏香石和国王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这个地方 就探讨这个问题 熏香石特别的害怕 就给国王讲 我这个香是我一定是 熏服得非常好的 但是他先 今天这个是一个意外 那国王就说 为什么是意外 这什么意外呢 如果你大象熏服得那么好 他为什么失控了 他为什么疯狂 这么疯狂呢 然后这个熏香石就是说 这个周边 这个他们的 这个棋的这大象 是一个拱的 这周边有母的这个大象 那么这个母的大象 正在发青 那发青的时候呢 大象 他有一种特别的这个味道 那这个公的这个大象 他温到了这个这个味道 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失控了 他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并不是我没有 把他这个熏服好 就是因为他问到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围倒以后呢 大象就很疯狂啊 就不听我的这个 任何一个命令 嗯 然后如果国王 不相信的话 那么大象啊 两天三天以后呢 他会自己会啊 主动的会回来的啊 那那个时候 我真的有没有 把他熏服得好 我可以给你看啊 可以可以给你看啊 然后国王说 那好 那我给你两天的时间啊 如果那个时候 如果真的还不回来 或者是你没有把他这个 这个 这个熏服好 那一定要啊 要杀杀头啊 一定要看你的头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国王跟这个 熏香石走路啊 回去了 那回去了以后呢 两三天以后果然啊 这个大象 他就回来了 乖乖地回来了 那这个熏香石怎么样啊 证明啊 给国王看 他已经熏服好 这个这个大象啊 呃 那么就是国王也在 熏香石也在 还有很多很多人啊 就在这么多人的面下啊 呃 面前 终无愧愧之下啊 然后他们把一个很大的一个铁球啊 就用火烧啊 烧成 烘的啊 然后呢啊 就是这个呃 在国王和这么多人看到的地方 这个熏香石 呃 就下命令啊 让这个呃 想啊 让这个大象啊 叫这个大象 用壁子去抓这个 这个呃 铁球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大象啊 啊 一听到了这个熏香石的这个名令的时候 他毫无犹豫的去 准备用壁子去抓住这个铁球啊 啊 这个时候 熏香石就给国王讲啊 啊 国王啊 你要啊 决定啊 现在如果让大象啊 用壁子去抓住这个铁球 那他当场就会会死掉的 嗯 然后呢 呃 呃 就就要让这个国王啊 做一个决定啊 啊 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 国王也看到了啊 啊 他确实是啊 毫无犹豫的啊 呃 去这个准备 就用这个壁子去呃 抓住这个铁球啊 啊 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 他一定这个时候就跟前几天完全是不一样啊 他一定去去去去抓住这个铁球啊 但是国王他特别的这个啊 心疼这个这个这个大象他舍不得啊 啊 他希望这个啊 他他他啊希望以后啊 他拥有这个大象啊 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呃 国王他也相信了啊 他完全相信了 那这个时候国王给这个寻相使说 好 你可以呃 给他讲啊 啊 不用去抓住这个铁球啊 我相信你是驯服的非常好 嗯 然后呢 这个完了以后呢 那国王就是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 这个 犹豫困扰啊 啊 那么前几天这个啊 大象那么的疯狂啊 啊 那么今天呢 这么一个火烧红了的这个铁球 他都不于不于毫无忧于的去抓啊 啊 为什么今天这么听话 前几天不这么这么不听话啊 啊 那么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为什么呢 啊 然后他又进一步的去问这个 这个寻相使这个问题 然后寻相使就跟他讲啊 我只能啊 熏服这个大象的身体啊 大象的身体 嗯 他的这个心啊 大象的心 我没有办法寻服啊 啊 这是不是我的专业啊 啊 我的专业就是 只能熏服啊 他的这个身体 嗯 所以他内心当中的这个贪欲啊 这个欲望 今天没有了以后呢 他会听我的啊 他一定会听我的 但是一旦有一天 他又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这个 谈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啊 啊 找羊啊 会失控的 他不会听我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啊 这个熏服他的心的这个专业的人 所以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做不到啊 啊 这样子回答了以后呢 然后国王就说 那这个世界上啊 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熏服这个心啊 有没有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呢 嗯 然后 这个啊 这个啊 熏祥师就说 有有一个人啊 国王说 这谁呢 他说有一个叫做释迦牟尼佛啊 他是专业的人 他有办法啊 这个 调服啊 所有人的心啊 他有办法 熏服所有人的心啊 我是没有办法啊 然后呢 国王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好奇 他一定要见 去见一下这个人啊 他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就这个熏祥师跟啊 这个国王一起走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啊 对以上呢 就是一个呃 一个故事啊 一个故事 人的柔梯啊 或者是包括动物啊 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啊 这样子熏服嗯 寻相师啊 专业的这个熏服的人 他可以熏服啊 但是如果人的 人也好 动物也好啊 这个内在的我们的心 如果没有熏服的话啊 那么不听话的啊 会失控的啊 会非常非常的疯狂的啊 这样子 我会不听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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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听话的